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龙灭绝于气温的骤然变化 恐龙是温血动物 在寒冷条件下 要消耗体能以提高体温 否则需要保温 恐龙身躯庞大 不易在冻中预寒 如果寒冷的日子持续几天 可能会冻死 这种学说有一个疑点 那就是恐龙不一定都不能躲进洞里避难 所以 这种学说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需要修正 另一个假说认为 恐龙灭绝于小行星的撞击 6534.83万年前 一颗相当于珠穆朗玛峰的小行星的物质 撞击了地球中美洲地区 地球因此停转0.2毫秒 然后是大地震 灰尘 有毒物质遍及全球 阳光被遮挡 植物停止生长 食草动物大量减少 污浊的空气 短缺的食物 肆意的疾病等等 无不摧残着幸存下来的恐龙 由于尘土的遮盖 地球上面临着寒冷的侵袭 一些动物的性别是由温度决定的 恐龙也许正是其中之一 气温骤变 可能严重影响恐龙的卵 一些科学家发现 在白厄纪末期 恐龙蛋的蛋壳有变薄的趋势 说明在恐龙大灭绝之前 有气候急剧变化造成的作用 我国的一些古生物学家也发现 在一些化石地点产出的恐龙蛋中 临近灭绝时期的那些恐龙蛋蛋壳上的气孔 比其他时期的恐龙蛋蛋壳中的气孔要少 这很可能与气候变得寒冷干燥有关 在睡眠中被永恒固定的魅龙 恐龙灭绝的假想图 恐龙卵化时 可见清晰的未孵化胚胎 作词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